各位年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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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根据一些文字 来解释 南无阿弥陀佛 六字名号的意义 这是我根据经典 以及祖师的传承 并且参考词典的解释 所编写而成的 另外还有 善道大师 解释念佛殊姓利益的法语 我先将这些文字 一段一段地念一篇 再加以解释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三语连结 三语连结 无限量的功德能力 以无限量的寿命 与无限量的光明 作为代表 所以有名 无量受佛 或无量光佛 佛 是各者的意思 既能使自己觉悟 也能使他人觉悟 阿弥陀佛的寿命 无穷无尽 是无限量 在时间上 救到任何时代的众生 有阿弥陀佛的光明 无量无边 没有限量 遍照宇宙中 无穷无尽的世界 在空间上 救到任何地方的众生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法院要救到每一位众生 阿弥陀佛 救到众生的特色是 一 主动而来的 不用我们的请求拜托 二 平等无差别 不分出家 在家 善人 惡人 三 绝对无条件 任何人只要 信受弥陀救到 专称弥陀佛命 原生弥陀淨土 就已得到必定往生的身份 南无 南无 是众生归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的信心 阿弥陀佛 是佛救到 归命众生的力量 众生 众生归命 信心 不是众生自己所发 而是阿弥陀佛 救到的悲愿 切入众生的来心 而成为 归命的 信心 亦即众生 南无 之心 是阿弥陀佛全体的显现 所以 信受的众生 南无 与救到的佛 阿弥陀佛 是一体的 此为之 基法一体 姑命 南无 阿弥陀佛 疑心消除 绝对信受 阿弥陀佛的救度 而 益佛 念佛 的人 他的生命 与阿弥陀佛的生命 結合在一起 是 与佛同在 以不是六道论回的众生 已经是 极乐世界的圣众 拥有 至高无上的功德 蒙受 十方诸佛 菩萨的保护 赏念 若能逢空化吉 苏灾灾灭难 增幅厌寿 邪神恶鬼 不能障碍 林终 不理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情况下死去 都决定 往生极乐世界 大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诸佛之王 是 江中极尊 《无量寿经》说 《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 《威神光明》 《罪尊第一》 《诸佛光明》 《所不能及》 《罗智明号》 本身就是《光明》 《南无阿弥陀佛》 这尊佛 在我们佛教界 是最受到赞叹 熟悉 清念的佛 虽然有十方诸佛 十方诸菩萨 但是我们最常清念的 还是《南无阿弥陀佛》 不止是《学佛》的 清念这句佛号 即使是佛教界以外 是没有《学佛》的人 也都知道 有这一尊阿弥陀佛 当大家遇到困难 或者灾难的时候 都会不假思索地 充口念出 阿弥陀佛 而当这句佛号念出之后 很不可思议的 眼前的危险 困境 就在不知不觉之间 化解了 在马路边 很多电视缸上 都贴有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六字的名号 很多经常发生车祸的道路旁边 也都贴有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甚至竖起 《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像 被人起功敬 尖养 莫拜的心情 由于这样 经常出车祸的地方 车祸就减少了 甚至是没有了 这些是由于六字名号 本身就是光明 凡是有这个六字名号的地方 就会放出佛光 虽然我们凡夫肉眼是看不到的 但是 但是 通灵的人 或者灵界的众生 他们都看得到的 只要看到佛光 过往 就会消除 他们的痛苦 业障 化解 彼此的怨结 所以 车祸 就减少了 同时 只要过往行人 看到这句佛明 虽然是没有张口清念 但是 他心中也都在不知不觉 等于 念过一次了 念了佛 自然就会消除 当下的业障 所谓 念佛一声 福增无量 礼佛一拜 罪灭何沙 所以 我们心中益佛 或者口中念佛 都会被我们消除灾难 增长福德的 无量受佛 威神过命罪尊第一 在佛教界之内 虽然十方诸佛菩萨很多 但是 独有阿弥陀佛 是备受尊崇 赞叹的 斯加茅里佛 在无量受经里面 以最崇高的敬意 来清阳 赞叹无量受佛 也就是阿弥陀佛 说 无量受佛 威神 光明 最尊第一 诸佛光明 所不能及 所谓的威神 就是指 这尊佛的慈悲 智慧 愿力 神通 道行 以及救度众生的能力 以佛学的名词来说 就是佛的三明六通 十力 四无畏 这些 正德 成就的 内容 这个光明 也可以说是佛的智慧 智慧是光明的体 智慧是无形的 显现出来的是有形的光明 以及光明的作用 既然阿弥陀佛的 威神光明 最尊第一 这样 就是其他诸佛的光明 是在阿弥陀佛之下呢 其实也没错的 十方诸佛虽然多 他的光明 和阿弥陀佛的光明 是不能够比较的 而且是达不到的 不可推测 不能想象的 刚刚说 光明 即是智慧 阿弥陀佛的智慧 是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即使是佛 也都推测不到 阿弥陀佛的智慧 能量 这样说来 一方面 可以知道 阿弥陀佛的偉大 殊胜 崇高 连佛都没有办法想象 一方面 也可以知道 我们今天 在这里解释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六字名号的意义 只是就我们凡夫 所能理解的来说明 至于真正南无阿弥陀佛 是怎样的性质 功能 意义 之后等我们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不必追求 自然就能够完全了解 释迦牟尼佛又在大阿弥陀经 更具体地推崇阿弥陀佛 说 阿弥陀佛 是诸佛中之王也 光明中之极尊也 是和佛下相对而言的 如果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之王 那表示 十方诸佛 是阿弥陀佛的佛下 一般而言 佛佛平等 但是 是 虽然佛格平等 但是 弥陀是处于王的位置 例如总统和人民 人格虽然平等 但是位置就不一样了 在《无量寿经》里面 就有显现出这样的事迹的内容 不过 道理今天是没有时间解释了 如果大家有缘 可以直接去读众 研究《无量寿经》 就可以了解了 阿弥陀佛是诸佛中之王 《光明》中之極尊 十方诸佛和菩萨 也都有光明 甚至我们凡夫 也有我们凡夫的光明 不过阿弥陀佛的光明 在诸佛的光明之中 達到最顶端 所以叫做 光明中之極尊 这表示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崇高的赞叹 如果阿弥陀佛没有这样可以赞叹的殊胜的伟大的实质 释迦牟尼佛也不会自打妄语 所以释迦牟尼佛既然都这样赞叹 我们也应该这样来相信 现在我们就依照刚刚的文字来读一次 然后才逐句来解释 第一段的文字是 南无阿弥陀佛是梵语的音译 由南无阿弥陀佛三语连结而成 也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总共有六个字 是从印度话翻译过来的 是由南无这两个字 和阿弥陀这三个字 以及佛这个字所结成的 南无就是归命 南无是归命信仇的意思 也即而心消除 完全归信信仇 阿弥陀佛的救度 南无是归命 一般都解释为归意 也都就是归头依靠的意思 通常 好像我们在念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或者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法 南无增的时候 都有一种归头 依靠的意思 这样在这里 为什么写南无是归命信仇的意思呢 当然 归命也都有归头依靠的含义在里面 不过 它有另一层 比较深 而且 与我们非常亲近的含义存在 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南无的含义 与我们念释迦牟尼佛 或者是南无其他佛 南无其他菩萨的含义 有一些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归命的意思 归命有从阿弥陀佛这一边来解释 也都有从我们这一边来解释的两层意义 从阿弥陀佛那边来解释呢 就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命令 阿弥陀佛对我们什么命令呢 就是要求我们 呼唤我们 要让祂救到极乐世界的命令 这个叫做归命 也就是归回的命令 阿弥陀佛为我们建设极乐世界 为我们完成从娑婆世界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功德之量 通通融纳在这六字名号里面 这样阿弥陀佛呼唤我们 让祂救到极乐世界 这个呼唤的内容 叫做阿弥陀佛对我们 归回呼唤的命令 为什么说是命令呢 因为佛所说的话都是真理 不能够改变的 就好像国王所说的话 是圣子不可谓抗的 因此我们用国王的命令 来解释阿弥陀佛对我们 救到的呼唤 就好像父母生了一个孩子 从小就离家出走 流浪在外 在外面受饥受寒 受苦受难 做父母亲的非常不忍 一直呼唤这个孩子 要他回到家里面来 阿弥陀佛也是一样 他的悲心 他的智慧 观照十方众生 都是流浪在六道三界里面 不断做罪做业 受苦受难 虽然有很多众生 知道轮回是做罪业 受苦难的 必须要脱离六道三界的轮回 对无常观心的人 他知道要追求出来 追求解脱 追求返回原来的生命 我们每一位众生 原来的生命 都有佛性 都可以成佛 但是由于 不知不觉 所以 在六道轮回里面 现在 我们十方众生里面 也有知道轮回是痛苦的 是罪业的结果 要寻求解脱 但是 他虽然有修行的心 却是没有修行的力量 譬如说 我们知道 贪亲痴是不好的 贪亲痴是因 六道论回是果 必须斩断的 也就是 必须要降伏 消除 贪亲痴 转换贪亲痴 成为佛性 才能够解脱 虽然有这个心 但是 有心无力 我们每日 都在这里 重念 法菩提心的 四宏誓愿 每日 都在佛前 致盛狠切的 念忏悔文 边念边拜 但是 内心的贪亲痴 还是没办法消除的 刚刚还在念 造生五目边誓愿道 但是等一会儿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都会挑东挑西的 跟人家讨价还价 我们知道 贪亲痴不好 应该惨悔 但是 被人家赞叹几句 心中就 尖尖自喜 但是 被人家 批评几句的话 心中 就不愉快了 甚至被对方 侮辱的话 就会 生对方的气 亲人心就出来了 可以说 贪亲痴 好难降伏 修行 有心无力 阿彌陀佛 以祂的智慧 通通了解 以祂的慈悲 就是要把我们 救渡到极乐世界去 让我们在极乐世界成佛 因为在娑婆世界是很难成佛的 因此 阿彌陀佛 为我们发愿 呼喚 我们被祂 救渡到极乐世界 等于 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家乡 因此 阿彌陀佛对我们的救渡 对我们的呼喚 就是 归名的意思 这个就是归之命 归回的命令 这个是从阿彌陀佛这一边来解释的 众生归信 阿彌陀佛救渡的命令 从我们这边来解释呢 是归于命 也就是 归信 阿彌陀佛 救渡的命令 知道 阿彌陀佛救渡我们是真实的 不会改变的 如果我们信受 阿彌陀佛的救渡 这样 百分之百 必定会被阿彌陀佛救渡到极乐世界去的 这个就是归于命 归于阿彌陀佛的命令 就是信受阿彌陀佛的救渡 所以 我在这里解释说 南无是归命 信受的意思 也就是 疑心消除 完全 完全 归信 信受阿彌陀佛的救渡 最初听到这个道理 会产生怀疑 打个问号 真的吗 有这么便宜的吗 说不定是骗人的 起初会有凡夫的这些疑情 因为 凡夫本来就具有 贪亲痴痴慢疑 凡事都要疑一下 如果这件事 对我们是不重要 当然是 没有所谓的嫌疑了 但是 它越是严重的话 就越需要 去确定它 也就是 预防万一 阿彌陀佛救渡我们 这件事情 是多么重要 是真 是假 我们常常会生起怀疑 而 南无是信受 也就是疑心 通通是没有了 完完全全的 信受弥陀的救度 所以 南无阿彌陀佛的南无 就有这个含义 这样说起来 我们念南无阿彌陀佛 和南无其他的佛 其他的菩萨 心情就有所不同了 因为 其他的佛 和菩萨 并不是好像阿彌陀佛一样 预先为我们 建设极乐世界 同时 也都对我们呼唤 呼唤 我一定要给他救度 其他的佛菩萨 并是没有这样的 因此我们念 南无其他的佛 和菩萨 和念南无阿彌陀佛 比较的话 心情上就会不同的 阿彌陀佛 寿命无量 阿彌陀 这三个字是 无量的意思 也都是指阿彌陀佛 有无限量的功德能力 当然 佛的功德 无量无边 阿彌陀佛 无限量的功德能力 是以 无限量的寿命 和无限量的光明 作为代表 因此 阿彌陀佛 又称为 无量寿佛 或者 无量光佛 佛就是 各者的意思 既能使自己觉悟 亦都能够使他人觉悟 亦都能够 救到自己 亦都能够救到别人 叫做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寿命 无穷无尽 是无限量的 同时在时间上 是超越时间性 任何时间 他都存在 所以叫做 无量寿佛 这个无量寿命 有一种含义 就是 阿彌陀佛 要救到 任何时代的众生 如果 阿彌陀佛的寿命 有限量 譬如说 释迦牟尼佛的寿命 在这里 娑婆世界 是八十年 八十年过了 释迦牟尼佛 就裂盘了 所以 现在是 没有佛的时代 娑婆世界 没有释迦牟尼佛 而未来的佛 是 微纳佛 然在兜率天 是 还未成佛 可以说 释迦牟尼佛 是 过去佛 微纳佛 是未来佛 但是 阿彌陀佛 他是 永恒存在的佛 这个表示 在时间上 超越 过去 现在 未来 永恒存在 目的就是要救到 任何时代的众生 出生在过去的众生 信受阿彌陀佛的救度 已经往生极乐世界 出生在现在的众生 信受阿彌陀佛的救度 现在往生极乐世界 现在 是没有机缘来信受 未来 信受阿彌陀佛的众生 将来 往生极乐世界 成佛 这个表示 阿彌陀佛救度众生 是 过去 现在 未来 都永不改变的 因此 阿彌陀佛 亦都叫无量受佛 寿命无量 阿彌陀佛 光明无量 有阿彌陀佛的光明 无量无边 是无限量的 遍照宇宙中 无穷无尽的世界 在空间上 是无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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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身体之外的一个存在的空间 同时 其小无奈 是没有一个小小的地方 不是在阿彌陀佛的身体当中的 所以 阿彌陀佛的光明 无量无边 同时 在空间上救度 任何地方的众生 不管是出生在中国大陆 台湾 是亚洲 美洲 欧洲 非洲的众生 阿彌陀佛 都在那里 要救度他 是没有差别的 不分 你是佛教徒 或者是回教徒 基督教徒 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阿彌陀佛 照样都在他的身边 等待机缘 要救度他 阿彌陀佛是西方基督世界的教主 好像西方基督世界 在西方 如同阿彌陀经所说的 从事西方 过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明弱极弱 有世界明弱极弱 好像有个方位 局限在西边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凡夫 所能理解的一个 有限的方便说法 论起极乐世界 另外有经论讲 港大无边际 究竟如去控 也就是说 其实极乐世界 是跟阿彌陀佛的光明一样 尽去控 遍法界的存在 极乐世界的港大 是包含整个大宇宙的 即使是大宇宙 也都有边际 范围 但是 极乐世界 却是没有范围的 阿彌陀佛 是极乐世界的教主 同时 也是救度十方众生的教主 在《无量寿如来会》 这本经典里面就讲了 《弥陀佛是救世之法王》 基督教经常说 耶稣基督是救世主 耶稣基督 是不是救世主呢 我们又另当别论 但是 阿彌陀佛 真的是救世主 不单止是救世主 而且是救世之法王 佛陀这样赞叹介绍 《弥陀救到众生的特色》 阿彌陀佛是西方 基督世界的教主 他发愿要救到每一位众生 阿彌陀佛 救到众生的特色是 一 主动而来 不用我们的请求拜堂 二 平等无差别 不分出家 在家 善人 恶人 三 绝对无条件 任何人只要信受 弥陀救到 专称弥陀佛 佛命 原生弥陀 正土 这种心 一生不变 就已经得到 阿弥陀佛的救到 或者必定往生的身份 第一 主动而来 不必因为我们的请求拜堂 阿弥陀佛在无量劫之前 就主动为十方众生发愿 建设 极乐世界 修行完成 救到十方世界 众生的 功德 他当时为我们发愿 我们并不知道 当我们轮回 在地狱或者饿鬼 畜生度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阿弥陀佛 已经在为我们发愿修行 就好像爸爸妈妈一样 爸爸妈妈主动爱护养育我们 不是经过我们向爸爸妈妈合奖祈求拜托 爸爸妈妈才养育教育我们 不是的 阿弥陀佛在这一点来说 就好像爸爸妈妈 甚至比爸爸妈妈更积极 更慈爱 第二 平等无差别 就是不分出家人在家人 不分有修行的人 没有修行的人 不分善人恶人 阿弥陀佛的救度 都是没有这些差别的 既然是佛 就是怨亲平等 自他一体 就是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仇者相 哪有分别说 你是高僧我就救你 你是一位下劣根基 一生是没有行善积德 我就不救你 是没有这些差别观念的 第三 绝对无条件 这个就更加不可思议 凡事都是有条件的 譬如说 你要做人 必须有首五戒的条件 要生天 必须有十善的条件 导有往生西方结落世界 是不需要条件的 只要你当下 真的信受 弥陀的救度 远比 弥陀救到结落世界去 从此 就专称这句名号 这样就已经被阿弥陀佛救到了 这个不是我们修行的能力 是阿弥陀佛的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所谓 无缘大慈 缘 就是条件 无缘 就是无条件的大慈悲 救到 不能够救到的人 这种慈悲 才是大 如果有不能够救到的人 这样 这种慈悲 和智慧 就有范围了 就不是大了 阿弥陀佛的救度 是绝对无条件的无缘大慈 而阿弥陀佛 已经完成了 救到我们的功德能量 因此 他才成佛的 所以 各位年友 我们如果听了这些道理 当下相信 真是原生结落世界 来清念名号 这样 恭喜你 你已经 不是娑婆世界的 凡夫了 已经是绝对世界 圣众之一了 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南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